爱因斯坦就曾运用相对论的概念来比喻时间对心理层面上的影响 借此解释时间并非是绝对的 大家好,我是平安,欢迎来到好运思维 每到年尾很多人见面都会说,哎呀,好快一年又过去了 是啊,时光飞逝,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时间是什么 在地球上呢,作为人这样一种奇特的生物 除了因为生而为人,我找不到更好的理由去解释 我们常常提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这样的三个终极的问题 而作为其中的我们呢,会常常思考一个问题 时间是什么 科学家说呀,时间是描述物质的运动变化的持续性,迅速性的度量 在文学中呢,似乎总在感慨时间的流逸和不可念 孔夫子呢,也大呼适者如思夫,不舍昼夜 光阴事件,日月如书等俗语呢,来体现古人对时间的最直接的领会 同时呢,日与夜,光与阴的交汇也体现了古人对时间不可逆性的认识以及感悟 那么哲学家对于时间有两派不同的观点 一派认为啊,时间是宇宙的基本结构 是一个会依序列方式出现的维度 另一派者认为呢,时间不是任何一种已经存在的维度 也不是任何会流动的实存体 时间呢,只是一种心智的概念 配合空间和数呢,可以让人类对事件排先排后的训续进行比较 爱因斯坦呢,就曾运用相对论的概念呢 来比喻时间对心理层面上的影响 借此呢,解释时间呢,并非是绝对的 而我认为呢,时间是除了阳光、空气、水等生命赖以生存的物质以外 上帝给予我们的又一件珍贵的礼物 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呢,停停走走 似乎呢,总在跟不上时间的脚步 时间呀,悄无声息 却化为了人们脸上的那一道道的畅伤 这似乎呢,让我们看到了时间行走的轨迹 而每当我们想去抓住它的时候呢 我们以为抓住它的时候呢 它却已经向另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方向去了 它是一个让我们又爱又恨的礼物 因为啊,稍不留神 我们就这样或那样的长大了 成熟了,变老了 经常呢,人们会说 我们决定不了生命的长度 但是我们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广度和深度 类似于这样的心灵鸡汤呢 让我们相信在短暂的生命里呢 我们可以大有作为 可是呢,当我们喝完了一碗又一碗的鸡汤 我们就发现呢,不对啊 这碗鸡汤并没有告诉我们要怎样才能够令到我们的生命 扩展、拉长以及呢,挖身 同样的为了感知时间呢 人类发明了手表 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如果一块表走得不准 那么它走的每一秒都是错的 但如果这块表停了 那么它起码每天有两次是对的 有人会说呢,一块表走错了有什么关系 至少它还有可以作为参考 尽管呢,你已经知道 它所指的时间是错误的 但如果一旦它不走了 不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了吗 在这个方向里看呢,倒的确是 比起盲目的追随 在不明确方向走错了的情况下呢 道路还要一味坚持地走下去的愚昧 真相是坚持本真的自我更为重要 前途茅茅,前人的脚印可以参考 渐渐,但是前人的人生是不可复制的 我们应该呢,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和生活 我们呢,不能够寄希望于 他们在发生错误时去修正 我们要依据自己的目标 自己的能力,自我的追求 做出恰当的判断 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呢 不断地去修正自己 做对自己,做好自己 这才应该是我们的人生 时间最好的助脚 回头望呢,少年紧实 依然飞逝而过 跳前程呢,美好时光 正在精彩上演 那究竟关于时间是什么呢 似乎就是冥冥之中啊 有一种坚强的力量伴随着我们前行 不是别人,正是我们钟爱的礼物 钟爱的时间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 感有缘遇到你 这里呢,是通过改善你生活中的细节和思维方式 同时呢,共同来提升振动频率 能量磁场 让我们的生活更好 运气更好的地方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